把煤气管扔进火山里会发生什么 说到老外的作死能力 那绝对是妥妥的第一 就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们 什么奇葩的作死方法都能想到呢 这不 一老外作死作到火山龙岩的头上了 大家都知道 火山喷发的龙岩那是非常的危险的 就光是温度就能达到1200度呢 并且 这龙岩到处的流窜着 就像是一个小恶魔一样 只要他经过的地方定会寸草不生 罗 一老外不怕死的 看他脚踩在了龙岩上面 这虽然是一瞬间 但踩下去时 爆发出来的火苗 可以见得这龙岩的温度有多高 如果是再多放在上面一下的话 估计这老外的脚就会变成烤柱铁了 还有把罐头扔在龙岩里面 那罐头直接的就被高温的龙岩给挤爆了 这不 今天这几个老外又来作死了 想着把煤气罐扔到火山龙岩里去 看看有发生什么 这件老外和朋友拿来了一个煤气罐 就来到了火山口 这时能够看到 龙岩在里面翻滚着 但是 这老外却是一点都不怕 直接的把煤气罐扔了进去 然后撒腿就跑 本来以为煤气罐和高温龙岩碰撞在一起 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反应 但是 结果却是让人失望了 这煤气罐扔下去之后 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有一股浓浓的黑烟飘了上来 不过这实验是非常的危险的 小伙伴们不要去尝试哦 下面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只要你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那丫头就叫你爸爸 好了 视频分享就到这 喜欢我就点击关注收藏哟